90后独腿少年闯入国家对父母都是环卫工 8月22日消息 浙江渠州1994年出生的周新涛 在15岁时因为车祸失去了幼小腿 那时他常常觉得命运不公平 为了让自己走出世故的阴影里 在付出比别人多很多倍的努力 后,2017年 他成为了国家滑雪队的一员 现在的他最喜爱挑战各项极限运动滑翔伞 滑板,攀岩,单板滑雪公图 视觉中国15岁以前周新涛 市区周青少年游泳队的一员成绩很不错 有可能成为职业运动员 这次车祸让他前途 黯淡他说,我是运动卫生命 老天为何要这样折磨我刚开始的两年 周新涛在康复的同时 也在修复着受伤的心灵周新涛的父母 都是环卫工人在他出世之后 妈妈一直在家照顾他 还有两岁的弟弟一次外出散步 周新涛看到一位独臂的阿姨 在坚持东勇命流而上 得他比其他正常人游得更快 这件事深深影响了他曾经是游泳队的周新涛 也想在水里找回自信 因为失去一条腿下水后 他总难以掌握平衡恢复训练 又碰到了瓶颈 后来同样之残的赖建华 成为了他的游泳教练 因为本来就有游泳的底子周新涛 很快就掌握了单腿游泳的技巧 同时也让他慢慢找回了自信 19岁 以前的周新涛出门一定要穿长裤隐藏自己的一只 把腿包装成一正常人 一模一样让别人一丁点 都看不出异常才放心 后来周新涛被选入浙江省残疾人公路自行车队 以及残疾人呆板滑雪 国家队视讯与肢体健全的高水平选手们 一同接受训练重拾自信 后他便完全不在意一只的存在了 甚至略微得意的说 我单腿可以完成正常人做不到的事很酷 朋友都趁我刀锋战士 独立完成 一次无动力滑翔散飞行 对普通人来说都已经很不容易 对周新涛来说更是如此 运动一两个小时左右 周新涛的一只和皮肤接触的地方就会疼痛一只 会和皮肤摩擦一只硅胶套又比较闷 里面经常会有汗液堆积 所以得时不时的拖了清理一下重新穿周新涛 有许多一只可以适应不同的运动滑雪 跑步 骑行都有专门的一只 里面还有汗液意志剂 每次他都需要根据运动的需求事先 考虑好选哪一款一只一天的暴晒 令周新涛的身上晒出了背心的黑白印记周新涛说运动并不烧钱 费用靠专业训练的补贴和业余时间当教练记载 足以支撑对周新涛来说 最贵的其实是一只装备 先后有两家公司为我提供了一只的赞助 运动一只价格比较昂贵的如果没有 他们的帮助我个人其实没有办法承担 周新涛的父母都是环卫工人读大学期间每个月会给他少量生活费 为了支撑自己运动所需要的装 被前毕业后的假期和训练休息 七周新涛会当游泳教练赚些外快 我长大了自己也有能力了应该给家里的肩涕减负 再说也不能让爸妈再为我掏钱了 在治病的时候他们已经欠了别人很多钱 对于儿子的选择 父母多多少少是有一点担心的 他们希望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少做危险运动 想起多年前的车祸他们还是心有余悸 他们更希望孩子能做办公室上班 可好动的周新涛并没有因为失去一条腿而退缩 他说自己不甘心为米的度过一生 他要挑战更多极限运动 也希望自己能为残疾人获得更多应有的尊重 不咬第一次此 不咬第一次 感谢观看